哈囉大家好 我是檀檬微光眼睛的長工 今天 來聊聊有關鏡框 因為有一個朋友在 我們的影片上下面留言問我 對於 松島正樹 這個品牌的鏡框的評價如何 那我是有稍微給他簡單的一個 留言了 直到大家告訴他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鏡架 但是 關於這個鏡 有關於這個鏡架的 很多部分 我想我還是 拍個影片 然後來 來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一個 介紹跟做一個評論 因為 這個牌子我店裡面有賣 然後所以我可以做比較詳細的一個評論 那這個牌子其實 他英文名字叫MASAKI 我相信他在幾年前真的宏擊一時 因為在純泰鏡架在當道的時代 他的 蠻特別的造型 我相信深受許多人的歡迎 那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我大概做了幾項的一個評比 第一個光學性 這個東西他關係到什麼呢 調整 跟 穩定 所謂調整就是說 這支光學鏡框他好不好做調整 然後呢 穩定 就是他戴起來的穩定是怎麼樣 這個至於光學性來說 這個是日本框 那 日本人用眼鏡的情況其實跟我們台灣人很像 他們 基本上 就是近視嘛 長時間佩戴 再加上呢 我們臉型都是東方人的臉型 所以 他其實 都比較有創意的一些設計 可是 基本上他的整個型呢 還是脫離不了傳統眼鏡的一個框架 就是說 OK 鏡框 筆電 整個角鏈 就是螺絲 做一些造型上的一些設計 所以 他的 光學設計上呢 其實也是非常適合我們 鏡式的鏡片 就是凹透鏡 那 其實有很多歐洲的鏡框 他的設計是給凸透鏡使用的 就是遠視或者是老花的鏡片 的鏡片去做實用 這個會有點不太一樣 那 他呢就是完全可以百分之百符合我們鏡式鏡片凹透鏡的一個需求 所以 在光學性上呢 我給他8分 那 其實 他的光學性不是說不好 只不過他在哪裡呢 我給 這個扣分的地方我是扣在 調整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這邊 其實他的因為造型上的關係 他的這邊有時候比較寬大 如果說譬如說我們要調個高低耳 或者是做一些比較細微的調整 其實他會 比較難做調整 但是不是說不能調 所以比較難做調整 所以只 些微的扣了一點分數 所以 在整個光學性上 其實他的佩戴的穩定性是相當的好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他就完全符合我們東方人的設計 包括 筆電 而且筆電有做一個特別造型上的設計 非常適合我們東方人佩戴 包括 我自己也有 兩副 MASAKI 所以 光學性 其實他的分數很高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個 創意 在創意的部分 分數稍微 低了一點點 怎麼說呢 因為 他整 雖然說 就是說 一般人會講 他的造型很特別 他有 這些結構上 都 非常有一個 一些很特別的一個造型 但是 他本身 的一個結構上 還是屬於傳統的眼鏡 所以 我覺得在創意上 他是 還是沒有跳脫 傳統的眼鏡 但是 他最大的創意是什麼 也是我最欣賞 松島證書的地方 在於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 近角這個地方 他有 他有很多眼鏡 都是在近角的 這個地方做文章 就是做一個造型 但是 這不是只是造型而已 他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他的近角都一定會有這個 他的近角都會有這個 他有一個彈性 都有一個彈性 你看每一支 都一定會有一個彈性 他不是硬邦邦的一支框 他的彈性都是靠的 就是他很巧妙的運用 他近角的造型 去做出一個彈性的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應該 這樣子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 包括像 這支最明顯 有沒有 這個造型就是他彈性的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棒的創意 就是說 他讓你看起來 我們用肉眼看外觀上 他是一個 造型 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造型 可是呢 他不是 單純只是造型 他是為了讓你佩戴的舒適性 不要有一個夾頭夾得很不舒服 戴起來硬邦邦的 所以我們看這邊 這就是他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是我 對於雙島證書 我最贊賞的一個地方 他把造型跟機能 結合在一起 公益 公益是他裡面真的是 分數拿得最低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去仔細看 他的 一些 真的最細微的地方 其實是屬於 以日本手工框來講 真的是屬於工藝沒有到那麼精緻的 品牌 因為如果我們 跟一些 譬如說三本龜啦 像 Masuraga 這些真的 真的比較頂天等級的 日本手工框 比的話 在工藝上 他真的是 比較沒有那麼精緻 但是 如果你 你拿來跟什麼比呢 一般市面上的比較平價的 純態金框 比他的工藝是絕對 屌打那些啦 所以這個東西是比較出來的 但是 因為 他是一個 日本設計師的金框 是日本框 然後他賣的價位跟他整體來講 所以我在工藝這方面 我會用比較 嚴苛的態度去看他 因為畢竟 這是日本框 他不是一般 平價的 像 對岸製作的 或者是 只是賣個 一兩千塊的金框 在工藝上 所以我會用比較 嚴苛的態度去看他啦 所以在工藝方面 其實我覺得他的 工藝上 如果以日本框來講 他真的是 比較比不上 其他那些比較 高級的品牌 但是 接下來 在這一點上 為什麼他得分最高是CP值 OK 為什麼 雖然說他的工藝上 真的稍差了一點 可是因為他的售價 他是一個 不到一萬塊的 日本 純泰 設計師的 金框 我覺得 這個CP值是相當相當的高 如果說 像以這一支 我們店裡面的售價是7500 不是說不到一萬塊 是離一萬塊還有一段距離 那 又是用材質又是用純泰 然後呢 又是日本設計師的東西 而且是真的有設計出他本身的味道 還有一個 我剛聊過的 機能性與造型的一個結合 所以我個人覺得雙倒震數是CP值相當相當高的眼鏡 如果說 真的 喜歡 材質好 然後呢 又有設計感 然後 穩定性配戴的舒適性又高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所以我在 CP值這一點 給他相當高的評價 那 材質呢 材質為什麼只有7 這個材質我們講的是一個 這個紙我打錯字了 質料就是它的用料 它是純泰的 那純泰這個沒有話講 基本上來說 以金屬框來說 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材質 最主要是在於 扣分是扣在哪裡 電鍍 因為它的電鍍是屬於在日本比較 入門的 一個電鍍 但是 不是說電鍍不好喔 其實基本上來說 除非你是真的 汗酸很重 而且你用 而且除非你眼鏡從來不清洗 不然其實它的電鍍真的很耐用 其實 之前我有聊過 日本在金屬框的電鍍上面 真的是獨步全球 這種他們的電鍍真的是 非常耐用了啦 但是 他 沒有用到一些在比較高階的電鍍 像什麼 IP真功離子電鍍啊 一些的 所以 還是會有一些朋友 尤其是帶他比較深色的 譬如說黑色啦 深藍色這些 帶久了還是會比較容易有掉色的現象 像這種橘色的 還是真的會 顏色會 會有脫落的現象 但是 我講的 顏色脫落是跟其他日本手蚊框比 像如果你跟 Titanos比啊 像他們那種 IP真功離子電鍍 基本上 讓你戴個10年 你看顏色都好好的 這個基本上 我們有客人也是戴了大概 三年多吧 顏色就有脫落的現象 可是三年多其實真的 也 也不能苛求他了啦 但是就路通我說的 他是屬於比較 中高等級的進駕 所以我們看待的 標準 是比較嚴苛一點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我對今天雙導證書在 光學性 創意 工藝 CP值 材質這五個 系列去做一個分析 給大家做一下 參考 那 也希望大家可以對這個牌子的眼鏡 會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 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值得 入手的一個 眼鏡 他的價位其實 說真的 以現在 純帶的日本框來講 他真的算親民的 我講的是 真正的日本框 不是那種 鏡框上面 給你打個日本名字的 那個就叫日本框 不是喔 我講的是真正 日本設計師的鏡框者 是日本手工框 他的價格是真的親民 因為 就大概在 七八千塊 絕對不會超過一萬塊 除了一些之前有出過的 極少數幾隻限量的啦 還是特殊造型的那個除外 大部分來說 都是大概在這個價位 所以 然後 造型 也有造型 配戴的舒適性 絕對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這是我今天對 雙導正數的整個一個評價 給各位參考看看 那當然 在這邊要說 因為其實 不只這個網友留言 還有另外一個網友也想 也留言 希望我去評論一下 其他品牌的鏡框 像薄鋼三兄弟 那我們會陸陸續續做這樣子的影片 但是我要 先講的是 這個只是純粹我個人 看眼鏡的觀點 還有個人喜好 那喜好這個東西是很主觀的 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 我不是要 如果說我講到這個鏡框的缺點 要怎麼樣 不是我要攻擊這個鏡框 我只是站在我個人 看這支鏡框的角度 去做評論 給大家做參考 也希望 不要造成 例如說你對這個品牌有非常始終 還是 以後我講到哪些品牌 有講到比較不好的缺點 要怎麼樣 也希望大家見諒 不要造成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言論上的攻擊 OK 謝謝各位